这张显卡可能会成为以后千元价位装机的一个新选择 它就是蓝级的英特尔ARC B570 在不久之前 英特尔曾经发布了B系列的新卡B580 市面上整体对它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显存特别大 有12G 正是和市面上主流的4060大家有来有回 首发价格2099稍微有点贵 但实际上从整机商那边的进货价来看 它是比4060要便宜300元左右的 所以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而这个新卡B570则是在B580的基础上 稍微砍了一些参数 同时进一步压低价格的产握 XC2核心从20个砍成了18个 显存从12G的192bit 改成了10G的160bit 同时核心和显存频率也稍微降低 那么这个夹在前辈A750和对手4060之间的这张新卡 究竟能不能在更低的千元价位杀出一片天呢 你好 我是不想看的英特尔的路舟 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显卡 这期视频里我用来测试的 是蓝戟英特尔ARK B570封筒10G OC 这名字实在是太长了 但是我觉得 i卡确实做的挺有质感的 装在这种纯黑的机箱里面还是挺耐看的 我手上是三风扇版本 除此以外也有双风扇版本可以选 在我实际测下来以后 我发现其实双风扇版本 其实真的完全够用了 待会我们口机环节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 接口方面 这次升级到了三个DP2.1和一个HDMI2.1 下方的PCIe通道走的是PCIe 4.0x8 这一点和4060是一样的 所以我其实个人不太推荐太老的主板 装这种比较新的i卡 一方面是如果没有PCIe 4.0的话 带宽可能会稍微受到点影响 另一方面是 如果你的主板不支持对3S8功能的话 那么干脆就用不了i卡 这两点是需要注意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上面 可喜可贺 这个供电接口终于改成单8PIN了 上一代A750因为功耗确实是比较高 所以不得已只能用8加4PIN供电 必须搭配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电源 才能够供的上电 这就导致用户在显卡上省下来的钱 又得加到电源上 而现在这个B570用上了单8PIN的接口 就不那么挑电源了 那么它的功耗相比于A750 就下降了多少呢 官方给到的TDP是150W 作为对比 上一代A750的TDP直接是225W 这个能效比的提升果然是立竿见影的 我这边也进行了15分钟的烤机测试 实测这张蓝挤的风筒 因为是OC超频版 所以功耗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也仅仅只有155W 室温18度下 显卡温度只有56度 显卡温度只有52度 可以说芯片真的是要被冻感冒了 这就是这一代的B570 对我来说感知最强的一个提升 那么它的理论性能表现究竟怎么样呢 它3DMark的各项跑分 我都放在画面上了 可以看到理论跑分 竟然是最便宜的A750最强 4060最弱 而B570夹在它们中间 跟A750基本上大差不差吧 但是众所周知 挨卡的跑分看看就行了 最关键的还是它实际的游戏体验 所以我这边就装了这么一台机子 作为测试平台 来给大家做一下游戏征数的实测对比 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这个测试平台 我想装的是一台纯黑 稍微带点光的MATX主机 继电赛呢 我选择了一个九州风神的全家桶 机箱是九州风神的CH260 是一款兼容长显卡和水冷的MATX机箱 它整体的高度做的是比较矮的 但是长度做的很长 所以电源就可以用这种横着的方式进行排列 从而减少对显卡空间的侵占 这个设计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电源我就一次性给它拉满了 上了一个九州风神的PK850G黄金统治者 在咱们这一套觉得是绰绰有余 主板和CPU考虑到B570 是一张主打性价比的显卡 所以我也用了一套当下比较有性价比的版油 就是AMD的7500F 加上微信的Pro B650-E 搭配这个B750显卡 互相都不会形成凭剑 散热呢 我用的是九州风神的大双塔620 长得是稍微有点粗犷了 但是性能确实是相当强的 哪怕我在微信的BIOS里 给7500F开启最高档的PBO 它的烤机温度也只有63.3度 存储方面 内存稳的是更适合这个AM5平台的一个频率 也就是6000频率的DDR5 我选择的是金百达的新刃黑甲16Gx2的套条 海力是A代的颗粒 运行起来也是非常的稳定 同时还有进一步下探时需的空间 硬盘呢 我手上有一个之前囤的 换引的HV2050 512G 我就拿它当系统盘了 皇板PCIe 3.0x4的满速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么一个机子用512G还是不太够 所以我又加了一块凯霞的TT10 作为数据盘 这里我要吐槽一下 微信这个B650M-E主板 你都B650M了 居然还只有一个M21盘位 属实是太离谱了 最后我的测试平台呢 就是这一套机子 这台机子更多的是为了方便测试 而选了一些我手上有的配件 初衷是为了符合大家装机的大概性能 同时不会形成性能的瓶件 实际上大家要装的话 我觉得电源可以不要这么大的 散热器也可以换成单塔的 带屏幕的好看一点的 毕竟B570这一代优化了功耗 所以在电源和机箱的选择余地上 都会更大一些 那么咱们这套配置能玩什么样的游戏呢 我这边做了两张表格 分别是B570和A750的帧数对比 以及B570和4060的帧数对比 画质都开到2K高画质 其中英特尔这边 统一开启平衡档的X1SS或者FSI 406云则开启平衡档的DLSS 结果实测下来 B570的帧数是全面领先于A750的 不过领先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而400云这边 B750还是比不过的 毕竟价格差距还是摆在这儿嘛 我觉得B570主打的 就是用友商70%的价格 获得85%的帧数 同时还有更大的显存 不知道你吃不吃这一套呢 另外英特尔那边还宣布 陆续会有一些游戏 适配下一代的X1SS2技术 在X1SS1代的基础上 新增了一个真生成的选项 不过目前适配的游戏并不多 比较火的就是一个漫威争锋了 我这边也做了一个效果实测 在2K高画质的训练场里面 如果什么东西都不开的话 帧数是平均60帧 如果开启平衡档的X1SS化 是平均78帧 而在开启X1SS2的真生成以后 帧数就直接来到了平均128帧 同时因为此时会强制开启一个低焰值的选项 所以操作体验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总的来说 这个X1SS2其实就是和FSR3的真生成 是差不多的东西 就是希望以后能够尽快适配更多游戏吧 总的来说 这个B570的性能 其实相比于上代的A750 并没有显著提升 但是它的功耗明显降低了 显存也到了两届 如果价格能够不要涨太多的话 那我觉得它是A750的一个很不错的迭代产品 而相比于千元价位的其他显卡 B570主要是靠自己更大的显存 和在视频并且码领域的传统优势 来去打一个差异化吧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对内选歌有帮助的话 就赞个赞吧 我是不想看的NICAN 跟东周 希望能在下期视频里 与您相遇哦 拜拜